中国桥牌队夺金 作为国际任何的距离运动项目之一 桥牌在2018年首次亮相亚运会赛场 8月27日 雅加达亚运会诞生了桥牌项目的首金 在超级混合团体赛中 传统强队中国桥牌队 以134比37 六七战胜中国香港队 立许庆帝夺得桥牌赛亚运会的第一金 在之后的桥牌混合团体赛中 中国队在接待力战胜泰国队 夺得桥牌混合团体首金 在之后的男子团体决赛中 中国桥牌队在天一枚铜牌 在本届亚运上 中国队在团体中取得两金一铜 强大实力不言而喻 事实上 这项抑制运动从上市集1980年代 就已封离中国 目前这股潮流也逐渐向青少年群体蔓延 中国桥牌队驻正亚运会 56岁老将驻中国队夺手金 在本届亚运会上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桥牌 创造了不少疑似的记录 85岁的菲律宾华人选手 杨光蒂成为最年长的运动员 另外还有两位桥牌选手年龄超过80岁 78岁的印尼首富黄慧翔 在全球富豪牌中排名第75位 身价160几亿美元的他自然成为 亚运会最富有的运动员 在中国代表团中 年龄最大的选手同样来自桥牌 他就是56岁的中国桥牌国家队队员朱爱萍 在当天的混合团体赛中 这位老将帮助中国队 夺得亚运会桥牌项目的第二金 事实上 本届亚运会的桥牌项目 要进行12天的角逐 这无疑对桥牌选手 尤其是老将们在体力和脑力 都有人双重考验 即便如此 朱爱萍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始终相信自己的斗志 始终觉得打桥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在夺挂后的采访中 这位同事桥牌40年 的老将们依旧当写着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本届亚运会 桥牌项目一共产生6枚桥牌金牌 其中包括超级混合团体 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三个团体项目金牌 以及男子双人 女子双人和混合 双人三个双人项目金牌 亚运桥牌赛场 桥牌未来的中心 在中国其实 早在2012年的伦多奥运会 桥牌就曾成为奥运会的表演项目 到了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 这项智力运动 正式成为亚运会比赛项目 桥牌之所以受到亚运会的青睐 无疑是源自这项运动的国际影响力 去学习时报报道 邓小平就是最著名桥牌爱好者 1981年12月 国际桥牌新闻协会 将最高荣誉 哥伦奖授予了邓小平 1988年7月 邓小平也担任了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 除了中国领导人外 历史上有诸多名人争扬 也是桥牌爱好者 比如美国总统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休吉尔以及超级桥牌尼直接首富比尔盖茨等在桥牌从纸牌游戏上升到竞技领域之后 中国桥牌国家队也是一支竞旅 尤其是女子项目 中国队曾多次获得国际大赛冠军 更是在今年夺得了世锦赛冠军 此外 中国女子桥牌队还曾入选过2017年CCTV体谈风云人物年度最佳团队奖候选名单 青少年是中国桥牌的希望 我们的女子项目在世界上是最强大 在2018年文天下杯全国桥牌公开赛上 全官网里先向澎湃新闻记者说道 而且未来桥牌的中心将会在中国 国家体育总职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中国桥牌队列队跟风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他在接受中国体育报采访时表示 近几年中国桥牌协会开始逐利大众普及工作 近几年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地方体育部门 都更加重视桥牌这项运动 比赛交流越来越多 桥牌后备人才一招U20、U15、U13进行划分 厚度也明显增加了 客风说 而中国桥牌协会副秘书长李国华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中国打桥牌的人数目前大概有2000万 在网上还的也有600万 后来实现网络会员收费制之后 注册的人数现在大概有4万 打桥牌的孩子们 青少年是发展关键一环一直以来 桥牌被认为是一项羔羊、文明、经济性很强 且极具观赏性的智力运动 它能提升逻辑思维能力、记忆力以及观察力 此次参加亚运会的印尼首富黄慧祥就表示 自己之所以打桥牌是为了预防失智 而85岁的阳光低格透露 自己在打桥牌中运用了孙子兵法的思想 不仅可以开 他思维还可以延缓衰老 对此 邓小平也曾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身体健康 大概是我喜欢游泳 特别是在海里游泳最好 至于脑力方面 打桥牌最好 你的脑筋是否迟钝 一打桥牌 马上就明白 桥牌的一句属性 也成为了青少年学习这项运动的原因 但事实上它还具有社交属性 在玩牌中还能提高人们的沟通和合作能力 对于青少年性格培养有极大的益处 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 文天夏被穿过桥牌公开赛上 就有来自北京 上海 山东等近300名 热爱桥牌的青少年 在上海普陀区同台博弈 一位陪同孩子参加比赛的家长告诉同台新闻记者 自己的孩子原本数学就很好 而在学了桥牌后 性格也明显开朗了很多 我觉得他更加懂得承担责任了 受挫能力变强了 全怪王李欣也说 开发智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里面所体现的人生主力 能影响人的一生